我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安娜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值的试用套装 就是这个EtoVals的 我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姐妹分享 然后我就去官网申请了 价格是1980日元包邮 里面有一些产品介绍册 还有一个500块优惠券 消费2200日元以上就可以用 左边这个长条形的是洗发水的护发素 是氨基酸系的可以护理头皮 上面是一个粉底刷 就这个粉底刷就已经2200日元了 所以说这个套装真的直到飞起 黑色盖子的是亚光矿物粉底 主打的是高保湿和高贴合 白色盖子的是晚安粉 可以睡觉前用 也可以作为妆前打底 让后面的矿物粉底更贴合更持久 盒子的右下角分别是 洁面皂、化妆水、精华和面霜 既然开箱了我就把测品也做了吧 先涂这个晚安粉当作妆前打底用 倒一点在盖子上再搅拌均匀上脸就行了 这个刷子上脸很舒服很软 只是这个晚安粉 为什么让我觉得好像给自己涂一层高光 我的整个脸的毛孔都在发光了 算了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然后是我们的主角矿物粉底 适用主要有四个色号可以选 最白的是20 我是中间200所以选30 也是像这样把它倒在盖子里 再用刷子拌均匀 磕一磕多余的粉 在脸上与画圈的方式从内到外涂上 我是油痘机脸上还挺多痘疤之类的 所以我涂了两层 涂贴二层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了质的差别 我先涂了半张脸 让大家看一下对比效果 的确很贴合 没有出现任何浮粉 遮盖液一般般 黑眼圈是肯定遮不住了 毛孔遮得还不错 而且没有什么粉感 我们把另外半边也补上 30这个色号对于200来讲刚好 两层可以遮住泛红和肤色不匀 黑眼圈和泛红中的痘痘不大能遮得住 粉感不强 上脸很自然 而且这个刷子用完之后也太干净了吧 一点粉都没粘上去 太好了不用洗刷子 我把后面的妆也补一下 三粉是苏库 眉毛是旧版的苏库眉粉 这个眉粉我已经用了两年多了 纸铁了一点点 我觉得还可以再用个十年 硬是XL的CS12 睫毛夹也是XL的 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应该已经人手一个了吧 真的是超级好用 然后是爱杜莎的睫毛膏 我觉得一般般没有很推荐 腮红是倩碧的小厨区 腮红05 爱杜莎的唇膏05 我之前也推荐过了 光泽感超级好 弄了一下头发 化完妆啦 我觉得这个妆好好看 现在是中午12点 我们晚一点再看一下 后续的效果怎么样 待会见 现在是下午3点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 基本没有什么脱妆 只是我脸上出了很多油 拿纸巾擦来擦油 补了一层三粉 准备出门 下午6点 我出门了一趟 口罩上蹭到了一些粉底 没有掉很多 还可以接受 脸颊的一边 已经开始斑驳了 开始有脱妆的情况 应该是蹭到了 整体感觉妆都脱落一点 我的斑都变明显了 晚上9点 已经戴妆9个小时啦 鼻翼和脸颊 因为出油和戴口罩 脱妆比较明显 整体妆感 大概还剩6到7成 持久度方面不怎么出重 但是对于矿物粉底来讲 也算OK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下次见